如何看市場如何解讀這個業績 其實都是好過預期的 其實它這份業績 如果你就這樣看金融 就是看整個數字的話 是對版的 對版在於其實我看的時候 即是美股收完的時候 是否立即出業績的 看著逐個逐個彈出來 看著它的 release 的時候 其實你全部東西都必須到市場預期的 你理論上沒有什麼差的 如果你只看數字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對於今次Tensla的業績 就不太特別看這件事 首先回答大家 對版 你就算看它接下來的guidance 說它出車的產量 其實都符合市場預期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就當作大概會變成140萬架次左右 其實都是市場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因為我們自己覺得起碼是150萬 如果以華爾街通常對Tesla的出產量低估 其實140萬應該接受到的了 其實如果你看它的其他的業務 太陽能 或者叫做電池儲存那邊 尤其是電池儲存那邊增弱得很厲害的 所以整間公司的毛利是創新高的 你整個production那些又是ok的 所以其實你說這些位置 沒有什麼可以抽清的 除了它的業績那份報告也很快已經說了 我們今年還是有一個供應鏈的緊張問題 這個是給大家的市場預期就這樣說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它似乎在其他公司多跌的 因為去年你想一下它其實是一間供應鏈 大家都是受著影響的 但是它出車在它的規格上其實出得很快 這份是就這樣見到它那份的評論 在我的角度 但是另外一個 其實大家一直期待這次的業績 是要看它的earnings call 就是看Elon Musk會出來說什麼 因為其實Elon Musk大概一個多兩個月前 已經說這次earnings call 我會出來說話 那大家其實有一個期望 就是究竟看 你是不是想說有一個cyber truck 終於今年會出來呢 誰知道今天就沒有說 是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有點失望 因為 我記得你上次來也說想期望它會說 是的 我是期望它會有一個cyber truck 會想說 或者就算有另外一些模特兒 但是其實它今天也說了 我覺得字眼上看大家怎樣去演繹 它就是說 說接下來今年不會介紹一些新的模特兒 就是不會再介紹一些新的車種出來 因為現在的供應鏈這麼緊張 介紹經常都浪費氣 那究竟它這個不介紹新的模特兒 是說除了之前大家認識的cyber truck 那些東西之外 Semi 我就不會再說其他 例如那些人傳的那些 什麼Model 2的小版車 是不是這樣的演繹 還是你是直接說我的cyber truck都出不了呢 因為其實市場有一點點在討論 它這一句對白的 那我自己覺得是前者多一些的 就是說我只不過沒有新的 再升一些新的車款 現在我集中去做過去幾年 給大家一個預期 現在要做的事情 是的 所以其實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看到盤後 就是剛剛一收市盤後 其實一出份業績 其實TESA原本升1% 1點多 然後曾經跌到接近6% 但是其實到剛剛欺負了兩個小時 看回原來現在升 又變回持平左右 所以我覺得大致沒有什麼特別的驚喜 還有你說 有沒有一些很震驚的東西 好像Netflix那樣呢 那就沒有了 幸好